即刻救援 台北市士林外双溪 在今天早上金船有钓客受困 还一度被暴涨的溪水给冲走 在今天早上11点多 台北市部分山区其实降下了大雨 而当时两名钓客 他们正在东吴大学旁边的外双溪钓鱼 结果是突然碰上了溪水暴涨 来不及逃生 其中有一个人一度被水给冲走 场面相当的惊险 走进消防队员及时赶到现场 最后两个人平安获救了 但是意外发生当时 其实台北就已经发布了豪雨特报 民众依旧冒险去钓鱼的行为 已经触罚 最高可以开罚五万元 警校穿上潜水衣 大家合力紧拉绳子不放 要将两位受困钓客拉起来 一旁河流湍急 水声轰隆隆 滚滚冲泻而下 受困民众垂掉在博坎边 惊吓指数破表 警校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将两人救起 幸运获救两人抱在一起相拥而弃 他们年龄都超过五十岁了 在台北外双溪钓鱼已经钓了十几年 碰到溪水暴涨而受困还是头一遭 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台北市林区外双溪降下滂沱大雨 两位民众在13号早上11点多来到桥下钓鱼 碰上溪水突然暴涨 两人来不及逃生 受困在沙洲 其中一人还一度被水冲走 场面相当惊险 只要上游一有好大雨的发生 它其实在水位的暴涨上面 其实速度非常快 钓客受困 情况危急 警消抓时间救人 39年前民国70年1月23号 外双溪也曾发生上游提拔无预警泄洪 造成下游戏水三所学校 共15名师生溺斃的悲剧 这回两名钓客幸运脱困 但其实意外发生当下 台北市已经发布豪雨特报 民众冒险前往钓鱼 已经触法 可以开出最高五万块的罚还 民众不要一声试法 更可能让自己身陷险 记者王世恩胡伟伦 台北报导